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的变革 我国实现全面小康 第一个百年目标如其完成 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冲高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去年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 取得了举世注目的重大成果 志工党作为中国共产党 酒精考验的亲密友党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 在抗战时期 想因中共的号召 携手并肩战斗 动员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解放战争中 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志工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建设自离未攻 侨海报国的宗旨 发挥自身特色 认真履行自身职能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坚持和完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 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视野 书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为包括志工党在内的统一战线成员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我们倍感振奋和使命光荣 特色和优势 自离围攻 侨海报国 不忘合作出新 继续携手前进 为夺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 而努力奋斗 以优异的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